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入行论》当中的 没有护持正知正念的过患 前面已经讲了 没有护持正知正念的过患 现在分别讲 没有护持正知的过患 没有护持正念的过患 分别来宣讲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没有护持正知正念 就像是世间的一种病人一样 世间的病人做任何一件事情 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也是 在修行人的团体当中 有些人因为没有正知正念 失去了正知正念 这样以后 产生烦恼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对治 真的跟世间发疯的人 是没有什么差别 前两天有一个 也是一个佛教徒 他也是非常的痛苦 也是给我打电话来 好像我已经成了 心理咨询的医生一样 始终有一些说不完的痛苦 他们讲出了自己的这种伤心 有时候这些听起来 非常的无聊 就是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听起来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遇到一个修行人 没有什么差别 当时正在受苦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种语言非常的真实 因为自己内心当中 真正的这种苦的感受说出来了 我都有时候想 多地狱的一个众生 刚刚出来的时候 说出来他的这种感受 也可能有如是的感觉 因为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他正是在受到一些心理上的 这种刺激 困苦的时候 真的跟发疯的人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们自己也认为 佛教的道理是懂 一直说好好地祈祷佛 好好地观空性 好好地观我 就认为佛教的道理 自己也是懂 但是对治不了 后来我就说了一个话 觉得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说 道理上肯定是懂 但是懂得不一定是非常深 仅仅懂道理还是不行的 你知道药没有使用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修空性和无恶 在自相续当中以前是没有喘息 正因为没有喘息 现在遇到烦恼 遇到困难的时候 实在是没办法对治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应该以前稍微了知的 如幻如梦和空性的这种真理 在自己心里进行喘息 进行修持 才能获得利益 后来有些人真的 心里面稍微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感觉 我们平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人 比如说 有些人心里特别的痛苦 他自己认为是 外面如幻如梦的道理和一些空性的真理 会明白 只不过是对治不了 但为什么是对治不了呢 就是我们没有修的原因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如果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用空性的理念 和无恶的观念来衡量自己 要求自己 那么当你遇到这种困惑 或者是痛苦的时候 会转为道用 这一点我是依靠别人的 这种挣扎 痛苦当中感受到 我们光是理论上知道不行的 一定要实际当中去修 口口声声 我们说空性空性 不管讲经说法的人 或者听经闻法的人 谁都会说空性两个字 但是你自相续当中 没有修的话 对自相续 不管是临时的时候 还是在活着的时候 有时候作用不是很大的 因此也非常的希望 大家在每天当中空出 哪怕是极为短暂的时间 经常对大师大拜佛陀 给我们留下来的教言的 无恶和空性的道理 稍作思维 这样思维以后 逐渐我们的心就归入正道 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 否则我们听过很多的教言 实际上真的遇到烦恼的时候 自己都就像发疯了一样 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种痛苦主要是 我们没有修的原因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修 不会这样的 这一点大家无必要搞清楚 那么今天讲 没有护持正知的过患 这个没有护持正知的过患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没有护持正知的话 失去智慧 第二个是失去戒律 首先是第一个 我们应该首先要搞清楚 这个正知在修行当中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心当中不具有正知 进行观察自己三门的正知 这样的正知不具足的话 那么这个人 他闻思修的智慧 也就是说 首先在具有法相的三知识面前 听受前所未有的一些知识 从中所产生的智慧 就叫做闻所智慧 然后这种智慧 在自己反反复复地去思维 探索 然后一直判断 之后从中所得到的智慧 就叫做思所智慧 然后闻所智慧和思所智慧 不仅仅是放在一个表面的词句上 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转心致志去继续传习 继续修持 从中所产生的这种智慧 就叫做修所智慧 这三种智慧 作为我们修学大乘 小乘 显宗 密宗 从哪一个佛教的人来讲 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这三种智慧没有 那么我们所谓的修行人 或者佛教徒 根本意义上是谈不上的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作为一个闻思修行者 一定要自相续当中有通过 依靠这三种智慧所得到的功德 尤其是我觉得 我们首先听闻佛法很重要 再加上思维 在思维的过程当中 大家对佛法的道理 轮回 或者说不管是 生意地 世俗地的这些道理 应该产生一些怀疑 这个很重要 没有产生怀疑 你现在觉得 你这种正确的见解 是非常不错的 到了你不同的环境的时候 你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 就没有对质的能力 现在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所谓的思所智慧 一定要反反复复地去思考 思考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自己起一些怀疑 起一些邪见 这个时候 依靠另一种方式来对质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下完课以后 要求大家提什么问题 提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一些疑团 直接说出来 没有必要一直藏在心里面 这样没有必要的 然后你这种疑问 你给其他的道友面前也可以说 如果道友解决不了 一些辅导员可以解决 如果辅导员解决不了 很多上师面前 你的这种疑团可以问 问完了以后 最后你从中获得了 正确的答案 从此以后你的相续当中 不会有这种怀疑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怀疑实际上是 趋入真理的门 那么佛教当中也是 从历史上看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首先对佛教有怀疑的 有各种不解释出的 这种显现是比较多的 但后来通过闻思修行以后 就完全解除了 所有的疑团 所有的疑惑 所以我们首先 在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这种智慧 如果你没有正知 没有经常观察山门的正知 没有的话 那么就像是 已经破地的瓶子当中 我们倒了很多很多的水 但是这些水 会不会留在瓶子里面 不可能的 首先也许一点都不留 也许留了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再也不会存留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经常没有观察山门的正知 没有观察山门的正知 那么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所有这些闻思修所带来的 这种智慧 功德逐渐逐渐消失 最后好像从来没有 闻思过的人的相续一样 这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些 以前有的功德没办法产生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千万不能失去正知 如果正知失去的话 那么你的基因当中 再也不会有的 你的正念当中 再也不会有 闻思修行的智慧 这一点我们很多身边的人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精进 很想修学 他各方面的世间的智慧 和出世间的一些智慧 相当不错的 但因为他失去了正知 失去正知的话 就像我们的狂想 最后把算狂想的这种孙子 逐渐逐渐断掉了 断掉以后的话 那么这个狂想可以 随心所欲地到处奔跑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通过闻思修行来约缩 但是你一旦失去了正知 从此之后 你相续当中的这些智慧 逐渐逐渐滴漏了 逐渐逐渐就已经消失殆尽了 最后在这相续当中 都是没有任何功德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修行人 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智慧很不错的 聪明 信心也有等等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进不起外境的这种诱惑 逐渐逐渐就退失信心 然后自相续当中的 智慧都全部没有了 有一部分的话 虽然他的智慧并不是很高 但是因为人很温重 经常观察自己的身门 经常问自己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到底在做什么呀 平时都是 他用观察自己的 我的口里面到底说什么呀 我的心里面想什么 我的身体做什么 今天我要想接上去 不应该去吧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是佛弟子 一直都是在这样想 以前有一位上师 他也是经常交接弟子 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直要 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 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徒 应该好好地摆佛 观想我菩提心来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白天工作的时候 也是这种心态不能离开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要总结一下 我今天一天当中 到底做的什么呢 虽然没有利益众生 但千万不能危害众生 不能损害众生 一天都是以这样来 持续了求 那我们的修行会有进步的 因此说有些人真的 智慧并不是非常高 但是人很稳重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基本世间人格的基础 不可缺少的 我都想过一段时间 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什么 本来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但我不想出去 我想利用那个时间 想给大家讲一下 二规教言论 因为后来好多人 可能没有听到 好像这个没有学的话 我们很多人 谈不上什么比较高的修行 有些人都是认为 自己境界很高啊 如何如何 得佛会菩萨的手机等等 但是你真的遇到烦恼的时候 恐怕有些是根本谈不上的 因此我想如果我们 各方面的因缘具足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现在很多人 当然学佛的 这种智慧很重要的 但基本的这种观念 尤其是你大成就者也好 或者一般的修行人 出家人 在家人 都需要一个文重 智慧 信心 誓言等等 这几个要求 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们如果 因缘具具的话 到时候也是给大家 传讲一下这个法 应该对大家的相续来讲 是非常重要 上师如意宝也是一般来讲 两三年等之后 讲一次 就是以前上师在世的时候 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非常觉得 我们现在很多人 需要这样的知识 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正知的话 闻思修行的智慧 全部都没有了 以前我们身边的有些人 比如说有些居士 刚开始的时候 就非常不错的 但后来因为他正知的 这种约束 顺缩没有了 然后心的狂想 就没办法控制 逐渐逐渐 首先是在学习的团体里面 已经退下去了 退下去了以后 搞他一些非法的事情 再过几年以后 在相续当中一点 这种信心和智慧都没有了 完全都是跟外面 不信佛教的人一模一样 非常可惜 所以有时候 首先进入佛教的团体当中 当然有可能各种原因 有些真正知道是佛的功德 有些就以好奇心而来进入的 有些怎么说 莫名其妙的 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别人说很殊胜 然后自己也去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佛教的甚深智慧 自己也是没办法 入到相续当中去的 所以我想最好是 学习了佛法以后 起码自己的人格要文重 不要今天学这个 明天学那个 今天想求这个法 明天求那个法 这样以后 自己都不会有很大的收获 首先 自己要有一个正知正念 我到底该不该学 该学的话这个抉择 不要整天都是变来变去 这样变来变去 对自己的修行的确是不利的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 在修行过程当中 最大的违缘没有正知 没有正知的话 他有文重心没有的 那么文重心没有的话 他学的是不会踏实的 所以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经常这方面做出了 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些实力 也是比较多的 以前有一位叫做阿王众地上师 他是应该在 第五师达雷喇玛的时候的一位大德 他在十六岁的时候 当时发了一个誓愿 他说 我一辈子当中好好地休息 好好休息的话 那么我晚上不躺下睡觉 我这个腰带不送 他就发了这种誓言 然后以正知正念来 一直约说自己 后来他在七十 四岁的时候圆解 但他的一生当中 这个誓言一直是没有失去 所以以前的高僧大德 一辈子当中 他的这种修行 从来都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我们有些人今天想一个 明天想一个 每天都在还 每天都在还这种方法 实际上对自己的相续也是不利的 应该说自己要改变自己 应该自己对自己 有一个比较新的要求 以前弘一大师 他也是改变自己的习气 当时他也发了七个愿 其中有些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他身上传的法衣 朴朔清洁 每天果物布施 还有一天都念一万个佛 早上起来的时候 摆《妙花莲花经》 《金刚经》和《华严经》 一直每天做一些 每天参加劳动 当时主要是烧殿堂 他觉得出家人 太懒惰的话不行的 应该去锻炼 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出家人 要学习这些 大德们的行为 自己稍微做一点事情 也是应该必要的 一代宗师 像弘一大师那样的成就者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现在一般的人 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自相续当中 凭什么有傲慢心呢 应该像这些上师 自己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不管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修行佛法方面 是非常的严格 而且他还要发愿 平时给大家 不会说一些闲谈 无关紧要的这些语言 从来不说等等 发了七个誓言 以前科处界的誓言 我也给大家讲过 所以我们有时候 应该看一下一些古代的上师们 虽然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梵佛人 万万全全跟他一模一样 恐怕是有点困难的 但有些地方 我想我们也是应该 平时以正知正念来摄持 他们也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 跟普通的人一样 只不过他的精进和毅力 非常坚强 而我们出来家以后 或者我们学了佛以后 经常懈怠 懒惰 这样是不太合理的 因此应该 正知不能摄取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 如果失坏了正知 那么也会坏坏戒律 众行福多闻 数数清清净 然因无正知 纵然犯夺狗 这里说 有些人虽然是 广闻博学 信心思组 以及百般的精净努力 非常非常的精进 但是因为自相续当中 没有正知 最终犯了戒律 而堕入恶趣的 这种现象 实际上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最需要的信心 智慧 精进 这三者应该来讲 学习什么样的佛法都不可缺少 首先你对上师 三宝 四地 十二缘起等圣者的法 没有不共的信心的话 你不会入这个门的 你对佛陀 佛法 以及大乘小乘的佛法 没有信心的话 你首先是不会入这个门的 那么虽然你入了这个门 但是你一天智慧都没有 这是一个盲目的信心 所以你必须要对 整个显宗密宗的经典 续部 论典等等 应该有一个 广文博学的智慧 没有这种智慧的话 你想修学 也是没办法学习的 但这种信心和智慧 对精进是不能离开的 如果你没有精进 虽然你很聪明 也有一定的信心 但你整天都是睡懒觉 或者一直懒惰携带当中 你的修行的法 就不会有成功的时候了 因此这善者本来讲是非常 修行当中不可缺少的 如果一个人智慧也具足 信心也具足 精进也具足 也可以说 他对三宝的信心也非常不错 也有一定的智慧 而他的精进日日夜夜 可以说 非情往事 一直行持善法 就是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那样来行 可是他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正知 就经常观察自己 三门的这种正知没有 他可能一段时间当中 他的信心智慧 精进都很不错 但是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很有可能遇到一些不好的外境 然后你的相续被烦恼所占据 然后开凡霞 弥天大罪 最终他的下场 是非常可悲可惨的 也就是说 堕入恶趣 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 以前一直认为自己 修行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出家人 后来因为不能抵挡外境的 构种迷惑 最后自己还俗 变成在家人 养很多孩子 最后自己也是 非常地痛苦 但是也实在是没办法的 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因缘 已经这样现前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自讲究当中的 真正没有去求 真正相当于是一个 比如说 刹车一样的 车如果没有刹车 你随随便便开的话 你的技术再怎么好 也是到一定的时候肯定会出事 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的修行就是非常不错的 智慧也很超凡的 但是你经常要观察 自己的这种真正没有的话 的确是到一定的时候 犯错误的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人 也是这样的 有些领导他的智慧 能力 可在各方面的功德 样样齐全 全部俱足的 可是经常观察自相续 到底我在做什么啊 没有这个真正的原因 后来犯罪 最后一辈子睡在监狱当中 或者墙壁等等很多的事情 实际上是自己造成的 相续当中没有真正 世间人没有真正 也是非常可怜的 修行人没有真正 也是非常可怜 没有真正的时候 哪怕自己犯错误 也是不知道 还认为是很对的 本来自己已经误入歧途 还认为是对的 原来有些上师 都是讲过这个公案 有一个人每天都是 本来修行 智慧非常不错的 但后来他好像在做梦 做梦的时候 就是念诗给他收集 然后原来一个失去的修行人 一个戒律清净的出家人 然后本尊对他收集 说你取这个空行墓呢 应该对你的弘法利盛是非常有意义的 后来自己也是 连续做这种梦 后来觉得真的是对的 很多人劝他 这不一定是真的 但他自己没有正知 没有三门观察的正知 后来实际行动当中 真的已经还俗了 还俗以后 这种景象也是没有的 现在有些人也有这样的 有些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有些人 说是我们闻思 坐相没有必要的 应该好好地禅修 或者念佛很好的 然后他可能每天都是想一些股票 每天都是想一些高声音 结果梦中出现阿弥陀佛 教他高声音 然后当股票上升的时候 他们都还算是不错的 认为真的阿弥陀佛加持 每天都一边念阿弥陀佛 一边开始搞这种名堂 然后过一段时间 这个股票一下跌 一下跌之后 可能阿弥陀佛的加持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些听说也是 凭借观世音菩萨的梦 也自己侮辱邪道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没有正知 如果有正知 就观察自己的三分 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不是正确的 自己有一种控制的能力 但因为没有正知 最后自己也是对佛法产生邪见的 这种现象现在在世间当中 也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一个人学习佛法不是很容易的 你一旦学了这个法以后 平时用正知来观察自己的善门 到底我在做什么 实际上所谓的正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因此我们如果有平时 以正知来约束自己 观察自己 那么我们的相续 也不会变成非常糟糕的 因为正知实际上 是痛苦的一种语言 透过这样的语言文字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真的要得一点转变 以前上师如意宝 宣讲这个窍诀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 如果你们能背诵《入菩萨行论》 那么依靠我们传承上师的加持 你们相续当中的这种正见 不会退转的 而且在自信里面 一定会产生菩提心 我想我们上师的金刚语 永远也不会欺惑我们 我们一方面一定要下功夫 把颂词最好是能背诵 如果实在不能背诵 字面上的意思现在必须要了解 然后光字面上的意思 了解也不行的 你应该凭你的这种智慧和 以前高僧大德们的解释 这两个对比起来 一定要值得探索 有些人觉得 《入菩萨行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探索的 没有什么可思维的吧 这一点可能这些人 寿命甚深论典的意义是没有懂的 我原来讲光诗的时候 光字面上解释的时候 每一个颂词 下面只要两行就可以了 但是下面要是继续发挥 应该说每一个颂词都是要发挥 很多的内容 这种内容并不是离开了颂词的意义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 以前的一些入行论的大叔也是这样的 印度藏地的这些论师们 凭借自己的智慧 也应该里面宣讲了 许许多多的一些窍诀和智慧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大家 依靠这样的窍诀论典来 在《自相续》当中 应该有所改变 这个改变应该是可以的 不管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就像以前的红衣大师 银光大师等这些高僧大德 那么以前在家的时候 跟我们平常的世间人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有时候看到他们的 传记的时候 尤其是红衣大师在刚开始 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别人在西湖上有一个人说 你以后去出家 有出家的因缘了 一个人给他提了这样一个话 他说 我有没有出家的因缘啊 就心里面想了一下 他后来在出家以后说 这是我比较缘的一种因 因为当时他也是 到底有没有因缘啊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 不管在家人 出家人 通过这样的学佛 应该是可以改变 也需要改变 如果你没有改变 跟以前的这种生活一模一样 我觉得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世间法也许成功的 世间法成功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一点我也并不是说 我们住在寂静的山 是向外面的世界说 你们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们也许不能接受的 但实际上不管是你家庭也好 工作也好 吃吃喝喝说这些话 就是到底真正地 从了知生死解脱的角度来讲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暂时来讲 我们这种一些 迷迷糊糊的生活当中 在明乱的现象当中 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所做的事业 都是有意义的 这一点我也是 不可否认 不会否定的 中观音程派 也是不会破你的现象 所以我们这一点道理 也会懂的 但是大家也应该反观自信 这一点有必要的 下面就是说 没有正念的过患 没有正知的过患 已经讲完了 没有正知的话 一方面智慧也失去了 戒律也失去了 最终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堕入恶趣了 但这样就非常可怜的了 最好我们不要 成为劣迹颠倒者 以前是学佛的 后来不学佛的 以前是出家人 后来还俗了 以前是一个居士 后来不是居士 这种下场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怜 以前富裕的人 现在变成贫穷的话 都不要紧 我们在轮回当中 这种显现是非常多的 但是以前是真的 学佛的因缘是非常殊胜 逐渐逐渐 随着外境而消失的话 这一点是极其的可惜 下面就是说 这个没有正念的过患 意思是什么说呢 就是说 没有正知的人 实际上烦恼的倒者一直跟着你的后面 就是因为你失去了正知 失去了正念 那么这样烦恼的 无正知的倒贼 我们可以这样也修 无正知的烦恼的倒贼 实际上跟着我们 失去正念的人的后面 然后像倒贼一样的 将你这一辈子 或者前世所造的 一切善法 功德的财产 财富全部堕住了 全部堕完了以后 那么让你造恶业 造恶业过后 让你堕入恶趣的 这个意思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首先是 前面所讲的一样 对善法念念不忘的 一种善法还是要具足 不管你住在大城市里面也好 在任何环境当中 任何世间当中 我是一个佛教徒 这一点不能忘的 做善事也好 做平凡的 一般无际的事情也好 万一说你实在是 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做的一些 不正当的事情 你自己始终都觉得 我是一个佛教徒 非常惭愧 一直这样想着 那么这样的正念 如果正念没有 那么烦恼的这种盗贼 他一直跟着你 烦恼的盗贼 实际上他是无正知 无正知是在三十颂诗已经讲到 所谓的无正知 实际上相应随烦恼的一种心 而他身后与三门 不了知而行的一种心 这样的一种心 是造恶业的一种所益 造恶业的所益 所以这样的不正知之心 实际上就是烦恼的盗贼 那么这个烦恼的盗贼 实际上他一直跟着你 但是如果我有正知正念 尤其是我有正念 那么他就没有机会了 他来危害你 或者赌注你的财产 他就根本没办法的 比如说我们门已经锁了 或者我们门窗 都有一些放到的设备 那么一些小徒要想进来 就没有办法的 到门口来看一看 你门全部是铁的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工具 这样很想偷 里面的财产 尤其是比较富裕的人 很想偷里面的东西 但是没办法 他来门口看一看而已 但是如果你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 而你里面有一些财宝 那看看有没有门位 没有门位的话 小徒会进来 把你里面的东西 全部会偷光的 全部会一朝而光的 而如果有这个正念 那想偷也是没办法的 相偷也没办法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 每一个人来讲 自己在辛辛苦苦当中 这一辈子 或者是上一辈子 自己也有一些积累的 三宝的智慧 信心 悲心 一直戒律 布施 有产 有亏等等 生在其财为主的一些财产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包括当中 会有积累着的 那么这种生财 一般来讲 最好不要以烦恼的盗贼 全部偷光了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 应该以正念来维护自己 正念来保护自己 如果你没有正念来保护自己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就像是盗贼一样 你原有的这些智慧 布施 精进等等 这些财富 全部逐渐逐渐都会偷走 因此意思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在家人 或者出家人 不管是什么修行人 你始终都是要观察自己 不能忘记行持善法 如果这一点没有 那么你原有的这些财产 原有的这些三宝的财产 全部会偷走的 在这样以后 非常地可惜 因此就像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真的也是做到这一点 他们白天早上起来也好 晚上睡觉也好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 都是不舍弃正知正念的心态当中在行动 就是在行动 不像我们有些人一样的 我们有些人从外面的 言行举止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当你住在寂静的地方 稍微好像当一个修行人一样 然后你到了一些城市里面 到了一些人群比较多的地方 那个时候可以看看 他的相续当中有没有正知正念 就一下子都可以看得出来了 你这个相续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到一个旅店里面去的时候 你马上打开电视 好像迷迷糊糊地已经转注 就转注的这种境界 你观佛像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样转注过 一直白天黑夜 一直就心里面 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凡夫人 到了外境的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没有正知正念的人 一直把自相续的这种身材的奇才 全部都是被烦恼 抬来偷走的 实际上自相续当中 真的有一些正知正念的话 烦恼也是无计可乘的 不可能把你的这些身材会偷走的 因此我们世间的人 也是对自己的财富比较执著的人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买什么宝箱柜 做什么放道门 等等做一些维护的设备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善法 最好不要消失 应该在这方面 不要失去正念的意思 在修行当中 一定要值得注意 刚才让我们堕住 我们三法的财产以后 堕入恶趣的意思 那么它下面讲 另外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 下面所讲的这些烦恼的土匪 盗贼 那么他们始终都是观察 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正念 什么时候失去了正知 他一直在悄悄地观察我们 当我们失去正念的时候 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找到了非常适合的一种机会 然后就开始行动 开始行动就是将我们自相续当中 暂时究竟的一切善根善法 全部都会堕住的 最后让我们造恶业 失去了我们的这种 去向善趣的生命 这个宝贵的生命 一次而毁坏的 那么这里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自相续当中 没有这种正念 实际上烦恼 他还是一直看着这个机会 这个烦恼有些 华智仁波切有些教言当中都这样讲的 比如说 像贪心 诚心 这种烦恼 我们自他都觉得发现 这个就像强盗一样 他就强迫地来 你相续当中的善根就坏坏 而什么嫉妒心 傲慢 以及其他心所方面的烦恼 我们自他都没有经过 详细的观察的话 不能很容易了知的 这种就像小偷一样 小偷不出面 如果你认认真真去观察的时候 才会发现的 他就是偷偷摸摸地 悄悄地偷走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法 不管是大土匪也好 小偷也好 凡是这些烦恼 根本烦恼为主的八万四千个烦恼 实际上始终都是 观察我们的相续 当我们相续当中 离开了正念 离开了正知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来 已经找到了这个机会 然后堕住了 我们相续的这些善法 格言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如果失去正知正念的人 那么失去明根的尸体一样 如果失去明根的尸体 就像那个乌鸦 他也是装着大炮那样 开始享用 所以我们一个人 没有正知正念的话 那么外面的 任何非人的这种外缘 经常对你进行制造违缘的 如果我们有了 正知正念的话 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修行很不错的 具有正知正念的话 大家都是特别怕他 也不会通过各种方式来 对他进行造违缘的 而一看到这个人 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 这个人肯定没有正知正念 不管是男众女众 受戒律的人也好 或者是世间上 一般的修行人一看到 噢 这个人就没有正知正念的人 那么任何非人 经常抓住机遇 对他进行制造障碍 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了解 作为修行人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觉悟之心 觉悟之心 人人有之 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引用 没有引用的话 在自相续当中的 本有的光明无法现前 因此一定要以正念来 维护自己的善法 自己稍微有一点 比如说所谓的烦恼 在自相续当中 少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 想尽一切办法 以正知正念的对治方法 来进行对他应战 这一点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始终都需要观察 自己三门的一个阻碍环境 那么我们下面说 维护正知正念的方法 既然我们说 失去了正知正念 有这么大的过失 即生来世全部毁坏的话 那么我们要想 一定要维护 保护正知正念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保护正念的方法 也是护持的方法 生起的音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讲 首先是护持的方法 就是正念护持的方法 古中不少众正念利益门 利则施诸还恩 付诸欲正念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道理当中也应该明白 失去了正念 对我们的危害相当大的 不仅是今生当中 自己所作所为都不能如理如实的行走 对来世毁坏善去 堕入恶去等有无量的过患 因此我们始终都是 不能失去正念 必须要了解到 失去正念无量的过患 那么我们应该 时时刻刻地让正念不要离开意识的家门 意思就是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医生 一个人的家里面 有众多的宝藏 什么麻辣 酸糊 如意宝等 有许许多多的宝藏 那么这个家不能控制房子的 一个控制房子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 到这和一些其他的人来 把里面珍贵的物品全部偷走 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我们一定要用正念作为一个门卫 门卫来护持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知道了 已经正念 千万不能离开的 如果正念一旦离开 那我们知道是 自相续当中的 以前所造的这些善根的奇才 就全部都坏坏无欲 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让正念当他坐门外 每天都是给他一点工资 不管是 如果实在他不听 再增加一点工资 不能离开自相续当中 一世的家门 一旦如果他要想离开 或者一旦离开 那么我们要时刻地 了知到离开的过患 一旦他离开 我们相续的智慧 戒律 以及其他所有的善根 全部会坏坏的 因此让他一再 不断地安住在正念当中 不要离开 这一点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也始终需要观察的 当然他这里说是 正念不能离开 《学集论》当中 在这里的正念当中 实际上正知也是已经包括的 那么我们如果 没有离开正念 那就是有很大的功德 佛陀在《宝积经》 即是法积的积 《宝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正念能阻止一切烦恼 正念能制止一切磨业 磨的事业也全部断除 而正念让我们不入歧途 让我们不要入于歧途和恶道 如与其道 还有正念就像一扇门一样 让心和心所所有的烦恼 不会进来 把正念的门关上 所有心和心所的烦恼都不会进来 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当中 非常明显地已经宣说了 而且佛陀在《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正法的灯 正法的灯 正法的灯 你要想照亮的话 一定要先要具备正念的 非常坚固的灯灯 如果有了这样的正念 坚固的灯灯 然后要想点燃佛法的灯灯 那这样的话 大乘佛法慈爱的光能遣除 三界轮回当中的 三度无明的黑暗 遣除黑暗 所以我们每一个 大乘修学人来讲 很想以大乘佛法的 这种爱心和慈悲心 弘扬到千家万户 或者每一个世界的角落当中去 这是每一个大乘佛者的心愿 应该说是一个心愿 但是这个心愿要是实现的话 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一个正念 那么就像是你有一盏灯 没有灯气的话 这个灯光是无法显现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正念的灯气 那慈悲的光芒 没办法照耀整个世界 所以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为什么他们弘法利生的 事业如此的广大 而且从年轻到最后 圆寂之前的这种 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 是非常顺利 不像现在我们世间上的 有些人 有些领导 今天升官发财 明天开始沦落到贫穷的人 这种位置非常不稳定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高僧大德们 始终都是有观察自己的正念 这一点的确是相当重要 我们住在家里的时候 也是我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 我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到底在做什么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自己为自己的活住 谁为你的活住 这是佛陀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自己观自己 随时都知道自己相续当中的心态 如果别人来观 就不知道 比如说一个老师 本来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他要观每一个学生 或者一个学生的心态 哪怕这个学生 一直住在你家里面 也不一定 他的起心动力 他的一些想法 根本不知道 有些坏人 你在当年非常的好 一直是 我给你什么什么 众心耿耿 我对众生负责人等等 一直这样的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哦 原来是坏人 他一直在搞这些工作 原来他说的全部是废话 会有这种想法的 而如果自己是自己的这种活住 那么自己随时都是 自己的起心动力 所作所为都是 自己能察觉得到 自己监督自己 自己独走自己 很容易的 因此佛陀告诉我们 自己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师 自己成为自己的这种广矮债 这样以后 我们对关怀众生也好 对父母所有的众生 做一些有利益的事情 也是自己是有这种能力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首先一定要知道正念 始终都是不能离开的 一旦离开了正念 知道是它的危害性 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 修学这个法门 大家在心里面 每天都是有没有一种约束 哎 我以前好像特别的放荡 特别放松了 那么作为一个佛教徒 不应该这样的 自己对自己应该约束 这种约束 最好是自己当自己的老师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随时都观察自己 这就是我们高僧大德们的行为 一般的凡夫人 平凡的有些人 当一个上师 当一个老师 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瞬间的念头 哎 我以后要注意 然后下完课以后 就没有了 这种心态是不合理的 应该说是 当你生起了这种誓言以后 乃至你的有生之念当中 起作用 我们心里面 但愿是应该 有些上师的教言 一直盘随着他的众生 乃至生生世世 这一点很重要的 不然我们每一个人 不可能每一天 我们每一个学生 不可能一直跟着老师 不可能 以前我们读过书 现在老师有些都已经圆寂了 不可能跟着 跟老师接触的时间 应该是短暂的 但是老师给你所传下来的教言 应该是一生都可以用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佛教 我们遇到这部论典的教言的时候 今天应该说是 几分钟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教言 对我的起作用 最好是今生当中 或者乃至生生世世 这样一来 我们的身心 一定会入于正道 所以这方面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